一般會覺得說 婦女不應該出來工作 你出來工作其實就會被兩眼相看 甚至所謂的這種歧視 可是我們現在從性別平均的角度來看的話 你回過來看這個時候 我們在講寬容 你聽懂 每一個人他選擇要在家裡面當家庭主婦 或是要當職業婦女 那是他個人自由 這裡面有沒有高低之比 沒有高低之比 只是每個人選擇不一樣而已 那我們應該要不繁榮 其實社會上面有很多的不繁榮 比如說像同性戀 很多人認為這個就是不正常 可是他又沒有去傷害到你 是不是 那是他個人的選擇 那我們就尊重就好 我想這個寬容 那剛才有講過這個 人格的這個自由 沒有侵犯到任何人 個人自主決定 無所謂好 那這個在 在那個 抱歉 這個沒有連好 J.S.Mill J.S.Mill是最有名 在主張這個部分 這邊要特別強調是社會 注意 社會 社會這個部分 社會這個部分 我們往往基於多數人 比較不寬容的 少數人 他個別的 特例不情的話 所以這個人格自由 這個面向 那當然 從最早去講到寬容 只決現在 最早整個憲政 其實很有趣 整個憲政的 自由民主憲政體制的發展 最早在英國 其實那個背景是什麼 宗教改革 非常明顯 你去看 最近我在看伊麗莎白遺事 非常有名 打敗無敵艦隊 有沒有 那個時候的背景 就是那個時候就開始要 那個時候還君主專制 那個都督王朝 後來到司徒亞特王朝 其實整個所謂的憲政民主 到司徒亞特王朝 做了非常大的一個改變 那個背後就是 因為那個君主跟貴族 他們的那個宗教信仰不一樣 所以才慢慢去強調這種 你看那洛克 洛克 洛克他會寫 Untolerance 那個背景就是英國內戰 英國的內戰那個時候 有這樣一個 一個情況 所以說最早是宗教上面 當然這個寬容 這個特別是強調國家要中立 國家要中立 這樣一個部分 但後面我們剛才提到 有一些在Mail的時候 他特別要強調 是社會要寬容的那個部分 社會要寬容的那個部分 我們的教育基本法 當然也有特別提到這個 這個我要特別提一下 就是這個很多公民老師要特別強調這一點 到底要不要講政治 特別是 這個很多老師很怕這個家長馬上打電話來 是不是 你這個會特定政黨 這個站台 或是怎麼樣 那這個很多老師他要保守一點 他就怎樣 乾脆不講 這是一種 或是有講 怎樣 兩邊各打 十大百 在處理這種議題 可是學生還是問 老師你的意見 對不對 那這個時候 那你要怎麼辦 你講了會不會說 為特定政黨做宣傳 很多老師就避免這個麻煩 我相信這很多公民老師常遇到這樣一個問題 對這個奮基的拿捏 就是非常的清楚 我想教育基本法是一個非常明確 他寫 學校不得為特定政治團體宗教信仰從事宣傳 換言之說 你要去拿捏的是 怎樣 你有沒有為特定的政黨去宣傳 那是不是你贊同某一個特定政黨的立場 就一定是宣傳 那這時候要怎麼庇復 很重要 你要讓學生感覺說 這是老師個人的立場 你也可以跟我有不同的立場 你聽得懂嗎 不是說我們就不要去談這個東西 如果不去談的話 我們的社會就越來越沒有是非 只有立場 而是我們要訓練學生 我們一樣可以去談這些很有爭議性的事物 可是我們要有民主的風度 那我們是老師 我們是永有power 你聽得懂嗎 那更要會去怎樣 尊重 建宗就發生過 是不是 因為這個立場不同 嗆馬 結果老師就把他處罰 那這個 講了一節 那你有沒有教育不中立 所以說這個部分 拿捏要 不是說這個議題不可以考 當然是可以拿出來考 可是 你要盡量去注意到 你是永有power 不要否認老師是永有power 每次我都要強調這個 很多老師都否定自己有power 你想想看全世界哪一個行業像老師這麼好 一上台講話 管你喜歡不喜歡聽 你就要坐在那邊聽 這個叫老師嘛 對不對 可不可以睡覺 你講要再難聽 他還是要 怎樣 盡量聽 對不對 可不可以跑出去 跑出去一下翹課啊 是不是 照規定啊 他就要乖乖坐在那裡 接受你的凌虐嘛 對不對 抱歉 這個是開玩笑的 不過 這個是我要突顯的時候 教學是一種權力關係 不要否認這個事實 他一定有所謂支配服從的那個面向 學生基本上就是聽從老師 你們去進行課程 所以你在課程是永有power的 這個是事實 只是說 講到我剛才講的 那你要去拿捏你那個power 是在為特定證明宣傳 還是說你是要教育的目標 讓學生很短 那一個好的教育過程 我要強調先不要太多的立場跟意見 先要讓更多的意見 更多的面向呈現 那個本身是一個學習的過程 但很重要的是啊 如果從課程跟教學去講的話 案例教學法 我們剛才就用了分享 做大文會的解釋 其實有一些都很有爭議 也有不同意見的說話 所以不要認為 這個就是我們要打破 我們傳統習慣要有標準答案 那是因為考試還有標準答案 其實在社會生活當中 或許最適切的答案 而且有些答案是你要自己去決定 未必是這樣 未必是 其實越有標準答案 其實是越瑣碎的一些東西 那種上網就可以了 那不用勞大家 現在Yahoo knowledge 絕對比你有knowledge 你不要把那個重任 一直放在自己檢訪上面 不必叫這樣子 你可以讓其他的這個 重點是老師是在那個過程裡面 讓學生看到更多不同的面向 思考不同的面向 他才會產生新的認知 我想老師的工作不應該失去了 OK 所以說 這邊這個寬容如果用在教育 我們這個領域裡面 在教改裡面 其實所謂的這個鬆綁 這樣的一個價值也是有關的 那這邊 我覺得這邊講得非常好 朱京一跟戴華教授 特別提到這個所謂的價值判斷 我們現在強調寬容的話 我們因為老師們會很困魄 就是這個價值多元社會 怎麼樣去做所謂的價值教育 我們傳統的價值教育 就是我們要把特定價值要 怎樣 傳遞給我們的學生 甚至是用灌輸的方式 可是用灌輸的方式 其實是非常不尊重 這個每一個人作為一個主體 他其實是可以作為一些怎樣 價值的選擇 而且我們要尊重他的價值選擇 特別在民主社會裡面 這很重要 甚至是一個個人的自由 所以說這個部分 那老師應該扮演什麼角色 就我剛才講 你不應該是給他標準答案 可是你應該訓練他怎樣 會做價值的判斷 所以說這裡用這個朱京一 跟戴華老師的話去講 就是說我們每一個人是平等 所以國家有責任到怎樣 所有社會成員都有同等自主的地位 去決定什麼樣的人生是理想的 所以國家不可以透過教育強行灌輸 任何理想人生的特定價值觀或宗教性 那你一定要問那有沒有包括人權 當然有包括人權 是不是 等一下我們會提到那個寬容的那個界線 有教官說要人權請轉學 有啊私立學校就是這樣講 你要人權請轉學 你就轉到別人 我們這個學校沒有人權 我們也不教人權 那我們的社會要不要容忍這樣的學校存在 嘿你自己講人權啊 所以你要尊重我 你要包容我啊 是你講你要包容 這個就是包容的界線的問題 這個等一下我們可以再進一步 那一樣的 學生一定會挑戰你啊 你教我說要包容 那你現在又不讓我講話 好 那你就會被挑戰是不是 那那個憤氣在哪裡是不是 所以說老師應該要注意到 我們不應該怎樣 價值的課程 公平教育絕對是有價值的課程 對不對 包括人權啊 民主這些都是一種價值啊 是不是 這些價值的課程不應該灌輸的方式這樣 千篇一律的宣揚某個單一的人生觀或宗教信仰 學校還是有責任怎樣 培養學生價值方面的判斷力 所以學生需要透過怎樣 多元化的教材去接觸比較不同 甚至培養衝突的人生理想和宗教信仰 才能怎樣 培養出自主而客觀可靠的價值判斷力 所以不要怕這個會有衝突 其實越有衝突的時候 越是一個很好的價值竅力的一個機會 可是你不是說一定要他認同你的價值 你反而是說透過這個機會 訓練他的價值判斷的能力 我想這個是蠻重要 學生的人格發展自由也被教會基本法明文規定 是很重要的一個學生的權利 從尊重到保障 校園裡面其實很多校規還有這些 什麼男女不得共主一世 什麼法禁 娘娘腔 男人婆 懷孕 這些很多的這些 其實都需要 從我們剛才講的 學校是不是有包容 powerous 你看連頭髮都不包容 來講什麼包容 是不是 所以說這個是 當然這個學校會就是那個奮技 這個包容會不會變成是重的 那就要看你怎麼去戴那個 那這邊 國家寬容的界限 因為實際關係我可要講簡單一點 那就是說基本上 基於平等相互尊重 私領域的價值選擇 國家應該中立沒有錯 注意一下私領域 這個公私領域非常重要 如果是屬於私領域的話 基本上我們都不應該加以介入 但是個人的選擇 可是公共價值 比如說基本權保障法治國民主國 能否強制人民接受 這邊我會認為人權教育 是一種價值教育 目必當然要使學生認同人權的價值 可是怎樣 方式上面當然不能用強行關輸的方式 否則會怎樣 跟自己的價值相違背 所以說這個部分 而且也不可能真正認同人權價值 形成人權的意識 我講這個是 可是如果不是私領域 那是一個公的領域 如果是私領域非公共領域 不會侵害到他人權利 國家不僅要寬容他的價值 要維護私領域免於他人干擾 可是屬於公共的領域 會侵害到他人權利者 沒有達到怎樣 所謂明顯而立即會侵害到他人權利的話 國家任應寬容 為其並非不得以教育的手段來影響之 如果是這樣的話 像有些學校說我不教 那國家其實怎樣 還是要尊重 還是要尊重 這樣才是符合這樣的一個 可是怎樣 在這個 可是怎樣 並不非不得以以教育的手段 所以這邊要區分 用法律手段 用教育手段 因為法律手段當然是用廣 變成強迫的 可是用教育的手段是比較怎樣 soft的一種方式 因為教育真正要有效 是沒有辦法用強制的 如果你認同這樣的一個教育觀的話 所以說怎樣 那在其會侵害到他人的權利 違反人權價值的核心 國家當然是不會遇寬容 我想這個是這個界線 所謂的寬容界線 那這個人權價值 是不得以強制方式使人民接受 可是以教育方式使人民接受 但人民怎樣 可不可以主張連人權教育都不接受 這個在美國也出現這種問題 那其實有兩個很有趣的例子 一個是優達 一個是Moros 優達就是那個什麼教育 就是維持那個 Amish Amish那個教 那他們主張就是說 他們的學生不要去接受這個 所謂的義務教育 那這個 後來美國聯邦最佳法院認為 這個是他們的宗教信証自由 所以說是 那另外的話 另外一個叫Moros 一個案例 那個學生說 接受這種所謂公民教育 這是美國一些少數所謂的激進派的 那種宗教激進主義的 他不讓學生去接受主流教育的理 而是不要讓他有判斷力 因為有判斷力他就會脫離 他會批判他自己這個宗教 結果這Moros這個案例裡面 他們就認為這個是 好不可以 為什麼 因為這已經違反到他本身 最核心的那個價值 OK 那人權教育與包容 那這個另外一個面向 前面先強調Taurus 可是我們要強調 他是有他的分跡跟限制 那哪一些是核心的 哪一些地方其實應該要允許 那另外的話 從另外一個角度 人權教育也要交到另外一個面向 然後就是inclusion inclusion inclusion的話 我們把它翻成叫做包容 那首先 從寬容到包容 這邊 寬容只是怎樣 消極的不加干預 是不是 可是還沒有達到怎樣 人權價值的目的 對人性罪念的保障 促進個人的自覺自我實現 還要變積極的是怎樣 尊重跟包容的差異 特別是怎樣 弱勢者 他不是怜悯他的處境 而是維護他的人性罪念 這邊我要特別強調 對弱勢的這種權力的維護 很多人會留意怎樣 會搞不清楚這兩個差別在哪 因為人都會有憐憫心 對那些弱勢 有時候我們會可憐 這叫憐憫心 那 可是基於人權的保障 來幫助他 跟基於怎樣 慈善救濟來幫助他 表面上看都是在幫助他 可是那個理由是不一樣的 基於這種憐憫心的話 他是一種慈善救濟 可是人權的保障 他基於的是什麼 爭議感 所謂的爭議感 我們會認為他這樣處境 是因為整體的社會經濟結構 所造成對他的一種剝奪 所以我們要維護他 我們思考的是更深的 整個社會政經濟結構的一個公平性的一個問題 要去探討到這個 這邊我順便講 就是我發現有一些老師在教歧視 反而越教越早 比如說對新住民 有一些很多負面的一些評價 比如說新住民這種學習能力都比較低啊 對不對 結果這個老師 就把他反正正面 對 應該是混種的 學習力 這樣教有沒有 這樣教有沒有 你這樣教好像變成是正面的評價 對不對 可是你又帶盡另外一種偏見 話說你對於人總是可以做這種 這樣優劣的判斷 是不是 那這個有沒有違背 我們前面提到 人性尊嚴 基本上大家是平等的 這樣一個面向 你聽我意思嗎 所以說 對於歧視 對特定族群的歧視 我們不是說去從正面 從負面的評價變成是正面評價 而是你要帶出怎樣 帶出公平性的問題 你這樣去說他是不公平的 特別是如果有某一個特定的人 在現場的話 你這樣的說法對他有可能是造成一種傷害 而且這是不公平的 不是所有的人都是這個樣子 你這樣的一個說法 所以那個公平啊 這個概念很重要 所以我講的正義感 就是這個意思 就是說 我們會認為他應該要獲得一些 額外的一些特殊的一些補助的話 並不是因為我們可憐他 那這邊 就是說 這個歧視 歧視的這個認識 我覺得我們就是沒有把它搞得非常清楚 那首先我們來先提一下 差別的對待是不是 就是所謂的不平等 甚至所謂的歧視 英文 discrimination 其實它可以有正面意思也有負面意思 那一般講負面意思 我們就翻成叫做歧視 那如果照字一翻就叫差別對待 那很多人就會覺得說 那歧視是不是就等於差別對待 你看 可是我要訪問各位老師 你們薪水領一樣多 你們工作一樣多 薪水絕對領服一樣多 越勞領越多 那這個是不是叫做 這個是不是叫做 同工不同酬 不公平 可以這樣講嗎 可以 你聽我的意思嗎 所以差別的對待 其實未必是這樣 不公平 這個要去搞清楚 特別是我們道法官講得非常清楚 其實怎樣 我們憲法講的平等是實質平等 什麼叫實質平等 這邊特別強調 要得斟酌規範事物的性質的差異 而為合理的區別對待 所以反而是有時候要做合理的區別對待 才是公平 而且我發現我們這個 我們沒有很清楚教我們小朋友 甚至從很小其實就可以開始教 比如說這個熊寶寶 熊爸爸熊媽媽去野餐 那吃重餐的時候 是不是 那熊媽媽媽就開始分享 熊寶寶吃得很少 熊爸爸就比較多 熊寶寶馬上就說It's not fair 這不公平啊 那你是熊媽媽你要怎麼教她公平 為什麼 爸爸比較多我比較少 所以你要把他教清楚 不是說一樣多就叫做公平 比如說給你這麼多 我們如果都分一樣多的話 那你一定吃不完 結果爸爸又吃不飽 那這樣合理嗎 那不合理 所以根據需要來分的話是怎樣 有需要的人我們就給他多一點 是不是 那這個是很簡單 生活當中都可以教 這個所謂的公平 那可是 你看那個學校老師的考基 輪流黨宜等 這公平嗎 不公平 可是存不存在 某某某縣市 某某縣市就有這種情況 那這個就是我們要去思考這個公平的問題 那什麼叫做歧視 歧視等於偏見加差別的對待 我們這邊要提醒大家 那這個公司是從我們剛才對平的這個原則而來 所以你要了解到歧視的問題 其實會涉及到偏見的問題 那進一步的 他如果進行差別對待的話 那就是一種歧視 OK 在一個樓梯間 在一個電梯裡面 看到一個note上面寫 他說 他說 敬愛的住戶 我是他們的鄰居 他就寫說 請注意你們的費用 我們家的費用透了我的錢 所以請你們要注意你們家的費用 他是好心喔 是不是 他是好心 可是他做了什麼 差別的對待 是不是 住戶跟不是 跟這些費用 是不是 然後特別怎樣 可是合理嗎 不合理嗎 是不是 所以這個就叫做歧視 歧視在生活裡面 那最難是怎樣 我們的活在偏見當中 聽得懂嗎 我如果知道是偏見 我就不會去歧視別人 那問題就是 我們的活在偏見當中 所以你要認識歧視 要首先先承認自己是有偏見 OK 那我們接下來考驗大家有沒有偏見 女生 餐飲時期可以規定穿裙子 是不是一種歧視 真實發生的案例 這個是台北市某餐飲學校開屏中學 鬧出這樣一個爭議 OK 那我們就從我的公司來判斷 第一個 有沒有差別對待 學校說 我只是要求 我只是要求 實習課 所有的學生 男生女生都要穿制服啊 只是女生的制服 我們特別規定要穿裙子啊 這樣有沒有差別對待 為什麼 因為女生其實也有褲子 沒有說一定要穿裙子 好 那第二個 有沒有偏見 有 他說這個是國際禮儀啊 我做一個餐飲學校 我要讓學生了解國際禮儀啊 所以要求大家這樣合理啊 那你怎麼回應 國際禮儀也有刻板印象啊 你要這樣回應啊 對不對 國際禮儀也有刻板印象 而且 對不對 做好餐飲的這個工作 搞不好穿裤子更好 更方便 是不是 所以你要跟他 argue 那我要強調的是 合理不合理要透過怎樣 要討論 那個偏見才會慢慢跑出來 不然你也會覺得說 欸 沒什麼啊 這個很合理啊 你記得嗎 好 所以說這個 是不是偏見 這個有時候就是很困難 那 那社盲不得考警校 是不是一種歧視 OK 這個大法官跟你看法一樣 不過 有的人會覺得說 欸 警察工作裡面 必然全部都是有關於什麼 顏色的辨識會有關係嗎 那是不是我們應該也給他保留一些 這些浮公職的一個機會 讓他有特別 這些工作他是可以做 這是另外一種說法 OK 我們不要一定都有標準答案 這個其實有些時候是可以去討論 那很重要的是在討論過程裡面 我們的道理會越來越清楚 那學生很重要是在過程裡面 他的認知才能夠慢慢形成 更重要的是透過討論他才會有判斷的能力 而不是說有一個標準答案在那個地方 所以說這個包容 OK 那 人權教育到反歧視 這邊 我講其中一點就好了 那就是說 這個 人性的尊嚴的尊重 要強調怎樣 個人 強調能夠尊重個人的人格自由 尊重他人格的獨特性 這個我剛才一開始就用純潮純述 來跟大家做說明 為社會上人與人的相互認識 特別在身心障礙上面 種族上面 性別上面 性情像上面 會充滿了什麼 刻板印象或是偏見 所以會造成這樣 個人權利與自由的限制 甚至長期的 在資源或機會的分配上 會處於弱勢 所以我們在講 人權教育的所要目標 就是要去做這個反歧視 那 人權價值到人權的體制 那我們特別強調 它有所謂絕對跟相對 那核心的價值在人性尊嚴尊重 在憲政運作中 產生各種基本權利的保障 可是這種價值的轉換 成為社會規範跟國家體制的運作 並不是人權教育 所要使學生認知的 這個我要強調的是 因為我們很多課本 都教育大堆體制面的東西 那這個都有標準答案可以背 反而忽略掉什麼 更重要那個價值的那個面向 所以說這邊我要特別強調就是說 人權價值要轉換成為社會規範 與國家體制運作 並非是人權教育 所要使學生認知的 所以更重要應該是認知那個背後的 這個什麼 我舉最簡單的例子 比如說刑法第一條 罪行法定主義 很好背啊 行為屬敗 行為是法律 民文歸進者為憲 那你這樣教完了嗎 那你要教到怎樣才有教到這個 那背後的價值是什麼 你可以說背起來這個叫做 對不對 這叫罪行法定主義 可是為什麼叫罪行法定主義 為什麼要有罪行法定主義 為什麼要有罪行法定主義 避免權力的濫用嘛 所以你如果甚至可以跟憲法的法律 保留一句相關聯 你聽到意思嗎 我要講的就是你分子交那個 後端的那個體制 那背後為什麼要有這樣的體制 那個精神你才把它交出來 才算是有交到這個 所以說人權教育啊 宜先介紹人權的價值 再介紹什麼 規範跟體制 那價值充足跟人權教育 這我剛才已經強調過 人權價值本身隱含有寬容的價值 所以在方式上面怎樣 反對教條灌輸 內容上面要促進私利益價值多也好 可是非為人權價值沒有核心去捍衛 最後如前面所提到 價值教育人權教育的目的 在使學生認同人權價值 可是認同的形成怎樣 必須建立在學生自主價值決定 那要往往建立這種 其實要讓學生面對價值的衝突 所以不要怕讓學生去面對價值衝突 從衝突當中 更有可能去形成新的認同 所以說這個是提醒大家 價值衝突跟反歧視 歧視是起源於偏見 偏見卻是存在於社會生活相互認識 不認識 簡單講在生活互動中 往往不會意識到我們的認知是偏見 直到怎樣 我們面臨到質疑我們固有的想法 會使我們產生到質疑 那這個就是價值衝突的處境 所以人權教育的反歧視 它本身是一種價值教育 方法上面要利用價值衝突的情境 你造成學生兩反思的可能 比如說這個我剛才舉了一個例子 好請等等 那這個住戶是出於同胞案 同胞案好像也沒有錯 是好心的提醒他的住戶 可是這樣的告示是不是一種偏見 那是區分你群我群 那假設你群是有可能都一樣 所以你們家的費用會可能像我們家一樣 可是必須被質疑是這樣看法是否公平合理 如果你是外籍的庸人 你會做何感想 你被懷疑自己的清白情 因為你的膚色不同 而非基於你對任何真實認識 你是否會感受到尊嚴受到侵害 所以說這個我們不要怕這種價值衝突 那法律保障這邊最後 這個是美國聯邦最高法院 已故的一個大法官 美國的種族歧視非常嚴重 你們看那一個有部電影叫《衝擊效應》 有沒有看過 那部片子打派斷畢生 有他的道理 為什麼叫做Crush 他有很多陳奕涵 從那電影裡面一開始就是一場Crush 就是車子相撞 他說不同種族的人 在美國那樣的一個社會 像洛杉磯 相互認識的情況都是非常極端的 就像Crush一樣 大家一開始都是用這種的 那部片子有趣在哪裡 每一個人在自己的種族裡面都是好爸爸 好老公好什麼一大堆 反正都是好人 可是出了種族就會有歧視 會有差別對待 但基於很多的怎樣不安全感 基於很多的並沒有相互認識 那美國在1954年已經廢除到種族隔離 在教育上面 可是你如果往美國去看 黑人還是念黑人學校 白人還是念台學校 每個人還是住在自己的社區裡面 所以才會有Crush那部電影跑出來 因為基本上大家是互不往來 然後相互歧視 那那個美國社會當然有很大的衝突 那一不小心就會像那個 1984年那個洛杉磯的那個暴動 那個就是社會的不滿 那個種族歧視 那是更生的 那這個法官他很 與眾心常要強調 法律能夠做很有限 所以他說法律系統能夠怎樣 強迫打開這個門 甚至可以把牆怎樣打破 可是他沒有辦法怎樣 建立橋樑 他指的是什麼 我法律已經廢除種族隔離 可是問題住在哪裡 人和人願不願意怎樣 相互的認識有沒有 That job belongs to you and me 就是這個是你跟我的工作 是不是 所以他這邊強調說 我們能夠從怎樣 我們可以互相跑開 可是我們沒有辦法永遠的怎樣 互相的怎樣脫離 對不對 我們能夠唯一達到自由 只有我們願意學習去怎樣 真視所謂的差異 因為我們總是會碰在一起 那你要會去了解 不同種族不同性別等等 而且要有勇氣怎樣 去發現 我們之間還是有所謂相同的地方 那是什麼 人性尊嚴 其實你跟我 我們都有這個部分 你要去認同的是這一塊 Fundamentally the same 所以他很以重心來說 為什麼不試試看 把這個隔離你我的那道牆打破 自由就在那一方 把那個牆打破 才有真正的自由 這樣 我想這個是很以重心長 所以說 人權教育 其實很重要就是在怎樣 要能夠去把所謂的這個 歧視跟偏見 公平合理的相互對待 在生活當中去家裡落實 我想我今天就是簡單的 對人權價值的絕對跟相對 很重要的這些寬容跟包容的精神 跟大家簡單做一個說明 我已經超過很多時間 很抱歉 那我今天就講到這瓶了 那等下我們還有 謝謝大家